我們來講鈔票上面的紳士真名 五百塊錢 你上面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的人啊 上面的少年 他們是真人還是假人啊 你在前面換一小時他也不會對你啦 好 那我們進來講什麼笑話咧 我們今天要說 你本身就是個笑話 哈哈哈哈哈哈 好歹 那你自己講咯 好歹 我們就留給後面的蝙蝠講吧 請發言 不可以吃蝙蝠 不可以吃蝙蝠 會被笨掉了 拜 吃蝙蝠是什麼 好 來 吃蝙蝠 我今天是什麼 今天是囤財 好難聽喔 囤財啊 囤貨居其的那個 阿財 囤財 發達財 我們今天 來說一個跟阿財有關的事情 要嘛 上一集講你的身世 這集又講你 這集要講什麼 跟阿財有關的那個 財 錢啊 錢 你要給我錢喔 你才給我錢 給我啊 你那麼有錢 你現在一個月賺兩三百萬的 哪有 你不要跟我虛口喔 你又賺兩三百萬 你有二十塊又不錯了 啊 給你五十塊 巧克力 看不到你的手啊 給你 來 放上來 給我 幫你抱著嗎 好吃 啊 哈哈 我知道你為什麼沒寫了 幹嘛 你幹嘛拿不起來 哈哈哈 你到底在寫什麼啊 我們要講 跟心台幣有關的 人物之謎 人物 人物 什麼人物 國父之謎喔 國父強 強 壯了你的心靈是不是 哈哈哈 我堅強復國 來啊 各位各位念一次 我堅強復國 哦 OK 各位 倒過來 再念一次 哦 嚇我 啊 等等 我們今天要講 跟心台幣有關的人物之事 首先 我們先不來講人的啊 我們先來講幾個啊 各位應該是不曉得的幾件事情 來 你知道 一百塊錢的大小是 長多少寬多少嗎 我在知道幹嘛 我只要知道我錢包可以塞幾張就好 哈哈哈 哦 也是哦 也是哦 不過我們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我們的錢嘛 是吧 我跟你講喔 今天的內容保證厲害哦 不厲害我就 你手 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還會笨掉 不厲害我就 你舌頭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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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找不到好嗎 華山 我們先來講大小 尺寸很重要啊 尺寸要合啊 不合的話 就放不進錢包啦 呵呵呵 對啦對啦 我們的鈔票其實有一個完美的尺寸 怎麼說呢 一百塊兩百塊五百塊一千塊兩千塊 這幾張鈔票呢 這些都是彼此相差 零點五公分 最小面額的一百塊呢 是十四點五公分 接著來到兩百塊的十五公分 接下來五百塊是十五點五 一千塊十六 最大的是 兩千塊十六點五公分 這是當初他們設計的一個巧思啊 為什麼要差這零點五呢 為什麼啊 如果每一張鈔票都一樣大 那你叫盲人怎麼便是啦 不好便是啦 哦 是會這樣子啊 是嗎 我猜得啦 亂講 他們應該會有可以摸的地方吧 一定有的啦 再來另外一個 各位不說你可能不知道的 你知道 這全部的鈔票 他們的寬度 都一樣寬啦 幹嘛 你有什麼話在說 你有什麼話在說 我最想要怎麼回嘴 反正他們的寬度都一樣 都是七公分 比各位男士稍微大一點點 好 再來 我們現在的一百塊錢 第一版 是在民國九十年七月二號發行的 在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時候呢 有特別發行 建國一百年的紀念百鈔 那兩百塊錢 是在民國九十一年一二號發行的 很久沒看到兩百塊了 超久 五百塊錢 是在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二十號發行的 再來一千塊錢 大家非常喜歡的一張 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二十號發行的 接下來最大的一張 兩千元九十一年七月一號發行的 各位要不要注意到 基本上你最喜歡的幾張鈔票 都是 七月發行的 對耶為什麼 這是剛好嗎 呵呵呵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Casino那邊嗎 七七七 湊起來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摳摳 然後這全部湊起來了 這個七月發行 就可以讓你很多的摳摳 你是說真的嗎 我說真的啊 你為什麼眼神 那我不相信我呢 我覺得你在瞎掰啊 我在瞎掰沒錯啊 所以真正原因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 還是你只是為了要講那個梗而已 要再賣一個月和阿飄啊 算了想下一個好了 哈哈哈哈 好 下一個 真正進入今天的中途日了 我們來講 鈔票上面的紳士真名 首先啊 我們來講講五百塊錢 你上面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的人啊 很多啊 你朋友喔 笑什麼 不好意思 那些都是我的國中同學 哈哈哈哈 來來來來 你來來來 你來來來來 走過來走過來 我告訴你不要跟別人說 你別跟別人說 哈哈 講不順還要講 我告訴你不要跟別人說 你別跟別人說 你不要跟別人說 可以再講順一點嗎 我告訴你不要跟別人說 好來 重點來了 這五百塊上面的幾個少年 他們是誰呢 他們是真人 還是假人呢 真人 我猜的 哼 不是你朋友嗎 哈哈哈哈 你才你朋友 哈哈哈哈 你的面狂 哼 他們是真人 那你們知道 他們是哪裡的人嗎 這絕對是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常看到他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誰 那所以他們是誰 實際上他們是一群 台東縣男王國小的國小同學 在五百元上面的這幾個人啊 當時其實是有一位 民生報的記者 鍾豐榮先生 在民國87年11月的時候拍下來的 國家發行這個五百元鈔票的時候呢 想要設計這個五百塊錢的正面 看到這張照片覺得非常適合 於是聯絡了這位鍾先生 回答說 可不可以把這個照片拿來給我們使用 而且我們有權 自行修改這個照片裡面的內容 雖然說這個記者覺得 嗯 有點不尊重我 因為自己的著作權沒有被尊重 反正呢 那最後面他還是簽下了這個同意說 同意中央印製場 來使用他的照片 並且做修改 那中央印製場為什麼會 選中這張照片呢 這是因為啊 這個少棒隊 被拍下的那一刻啊 非常有意義 怎麼說 這群跳起來的國小少棒隊啊 是因為當時 他們獲得了 太平洋關懷杯錦標賽冠軍 哦是冠軍 對 得到冠軍的那一刻 全體十三位的球員 跳起來 太開心了 他們把帽子全部丟起來的畫面呢 極為生動 而且活潑 不然這五百塊 看起來很有活力 雖然不尊重他啦 如果可以給我的話 就更有活力了 嘿嘿嘿 如果可以把我們兩個印上去 哇 這個難關國小呢 其實相當的厲害啊 在明個85年到88年的期間 他們得了非常多的冠軍啊 有什麼關懷杯冠軍啦 全國少棒聯賽啦 美國IPA的國際賽啦 小馬杯的國際賽啦 很多的國際賽 大大小小 他們都得到了冠軍 聽起來很厲害 強啊 台灣之光啊 台灣之光啊 那後面呢更是挖掘出了 其中一位當時的小學生 目前應該都長辣喔 對 前幾年2014年的時候呢 有新聞 找到了其中一個人啦 去訪問了他 這位年輕人呢 他叫做孟少穎 他拿著這張五百塊抄票的畫面啊 雖然臉上充滿笑容 但是我想他的心裡面 滿滿的感慨 天啊 時間 不等人歲月催人啦 我現在已經跟當時差太多了 說到他啊 其實也是滿滿的感慨啊 他在2011年的時候呢 他當時還是一個棒球員 但是在開賽前呢 他覺得突然身體滿舒服 然後就躺下休息 一躺下 沒有想到 就再 啪 起來 就困難了 為什麼 因為他想病了 就是這個地方 嗯 頭這個地方 是病的 然後呢 經過了半年的開刀 然後恢復 但是還是好不起來 他現在肢體呢 已經不如以往的能夠自由的活動 不太協調了 他已經完全無法的當個職業的棒球員了 啊好可惜喔 嗯 現在呢他去當身心障礙者家長協會的關懷助理員 簡單的時候就去幫助一些身心障礙的孩童那樣子 也是一個非常光榮偉大的職業 嗯 那這位孟少林 他的位置在哪裡呢 哼哼哼哼 各位你猜得出來是哪一位嗎 是 他就是這一位 哼 怪五百元 你以為裡面只有十三個人嗎 我還真沒數過有幾個人 嗯 實際上我也不知道裡面到底有幾個人 但是我跟你講 有一個人 他藏在這五百元的鈔票裡面 所以總共有幾個人 你別問這個總數 反正有一個人藏起來就對了 所以有幾個人 就是有人藏起來就對了 不要問 我跟你講喔 這個人他是隱形人嗎 厲害喔 我提示你 我先提示你 好來 這一個人他躲在數字五百元的下方 好 來用力的打開你的血龍眼 好好的看看 他在哪裡 我來找 那裡啊 右邊有一個人在接球 你說是他嗎 對啊 不是他啦 其實他雖然算是其中一個隱形人 但不是我主要講的那個隱形人 所以呢 這個五百元鈔票裡面有兩個隱形人 所以我又多發覺一個隱形人了 他其實不是 因為我剛才一開始就看到他了 阿婆在哪裡 提示你 這個人 就在 這個 捕手的手套的前方 你看得出來 他在哪裡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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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